用孤独干掉电影 大家好 我是大牙 好的各位观众 接下来一看到的是 小美女穿越到古代和皇上 谈恋爱的故事 大唐西游记 绝对是一部 气美的爱情故事大爽天 看得我眼泪哗哗里流 春天到了 正是谈恋爱的好季节 俗话说 哪个少女不怀春 哪个少年不失情 比如大牙我 那是整宿整宿的做春梦 不扯足的了 你年纪还小 但是我喜欢 话说菊花是个服装设计师 听着名字 设计师 多高大上 可惜房租交不起 被房东带人堵在了屋里 这小妞身材修长 玉腿紧绷 不用摸就能感受到火热的弹力 翻窗跑了 路上刚好遇见了一家 靠谱时空旅行社 搞活动 二愣着就拉着菊花 给她推销穿越套餐 老门想去哪个炒蛋 咱这里唐宋元明清 只要九九八 扣叫大汉抱回家 你拿着这个对讲机 到了古代 谁叫谁到 一条龙服务 菊花就说 俺先上个厕所 结果可想而知 坐着马桶穿越了 而且还没花钱 从马桶里 直接冲到了皇上的浴盆里 就问你们怕不怕 皇上的钉 估计都被菊花看得一清二楚 又刚好有个刺客 刺杀皇上 菊花好巧不巧救了皇上 这时 国师带人过来了 又在刺客身上搓了两刀 看见菊花就说 呀这是什么东西 穿的古里古怪的 给我拖出去喂狗 皇上说 此人护驾有功 小福日带到后面去 到了后面 菊花就拿着荧光棒说 小福日 你瞧 这是夜明珠 老漂亮了 你再瞧这个 电棒给你做个SPA 电的小福日 阳巅峰都犯了 菊花就换了小福日的衣服 跑了出去 拿出对讲机 愣着 你在哪呢 俺咋回去啊 想回去啊 得等到每个月的15 传送门开启 距离15还远着呢 要不你再玩两天 这一玩儿啊 就到了 萧飞娘娘的寝宫 在唐朝啊 那都是以胖为美 萧飞娘娘啊 就可禁吃包子 增肥 为了参加 功福大赛 不是功福 菊花一听 那都不教事 我可是设计师啊 于是就开始 各种设计 看得小太监们 都流鼻血了 这天 功福大赛 刚开始 就有个翻邦使臣 说他国家 瘟疫泛滥 来到这里求要 求要等会儿说 先看完功福比赛 还用看吗 当然是菊花 鹤立鸡群 跳了一支天鹅舞 这肌肤 光滑如玉 玉盘的小脸蛋上 有两朵晕红 更添加了一点 妩媚色彩 把皇上迷的 雄性荷尔蒙上线 拉着菊花就想来一发 来跳支舞 使臣就说 哎呀皇上 你俩王八看绿豆 对上眼了吧 国师就说 这可是神女啊 可以治疗你们国家的瘟疫 这个国师 坏得很 菊花就说 不就是治疗便秘吗 人家说的是瘟疫 于是就和皇上制作了口罩 皇上说 不是治疗便秘吗 怎么戴嘴上 戴嘴上就对了 不吃不喝就不用拉了 这天国师就派养女 翠花 往皇上的雪梨汤里 下了毒药 关键时刻 翠花还是打翻了汤碗 这时 国师带着人马 还是把皇上抓进了天牢 于是菊花就带领着 小姐妹们 拿着百装 一身黑衣 英姿煞爽 搭救皇上 没见过皇上的一个妹子 上下其手 卡皇上的油 还光明正大 都花痴成什么样了 怪不得春天来那么早 这边神经病国师 穿着龙袍 在那里自娱自乐 我要三公六院 我要选妃 我要吃大力丸 你这不是做梦 娶媳妇敬想美事吗 什么叫乐极生悲 于是皇上带着小姐姐们过来 把国师打进了天牢 简单明了 最后皇上和菊花 过上了猪猪肉肉的皇家生活 看完这部穿越神迹 我都无力吐槽了 我看过被雷皮穿越的 开坦克穿越的 坐马桶穿越的 不稀奇了 这都是我第二次看到 坐马桶穿越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 要是你穿越了 你想做什么穿越呢 欢迎你的评论 好了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见